第一讲是介绍 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所谓的ABCD 介绍一下所谓的最佳化的概念 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没有修过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讲的时候会介绍相关的 最后讲一下你如果要导入这个系统的时候 会面临到一些可能的困难 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要点 介绍一下一些名词什么是D D就是所谓的Big Data 在讲这个它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个3D列印 3D列印各位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制作的过程中是一层一层用金属铺粉铺上去的 跟我们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一样 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叫Mass Customization 意思就是大量的客资化 如果做到极致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你脚的形状做出印出来 用印的印成你脚形状的鞋子 做到极致的时候 现在给各位看现在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金属列印可以做到所谓的喷射引擎 温度非常的高 甚至太空梭都可以用这个做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 他的这个发展就是说阳明大学跟焦大 这个其实焦大跟清华跟阳明球温球了二十几年了 甚至呢阳明的这个校长去当焦大的校长还谈不成 那为什么突然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他们要结合医疗跟什么焦大的ICT 就是支通讯 那可以做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做你的这个假牙 然后因为各位知道 每一个人牙齿的形状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三一列印的方式 每一个人做成膜都不一样 然后呢印出来你 特别符合你的假牙 那这样成本会相对而言比传统方式更有效率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个领域 叫这个善地列印 那右边这张图示来自Wiki 这个你可以注意到 你这个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你影图片的都影 这个要影出处了 各位以后这个大事要做这个闭砖报告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智慧产染权的问题 那Wiki呢在2012年的时候 每一天会产生2.5的Exabite 就是2的2的事实上这么多的资料 这是2012现在这个我这个要找找不到这个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找一下 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天产生的资料是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呢另外一门课呢 资料探抗或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食物 资工系的教很多课程都在着重这一块 什么意思 当我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我可以训练我的泪神经的机器 那因为我刚刚有解释过 对因为那个已经有人请到老师课程讲 所以我这门课不会教那个东西 这是选择的问题 因为我们教就不要重复 让同学接触不同的机器学习的领域 那这个呢有一个三个面向 这个叫资料的速度 以前呢是批次 然后呢 这个周期性的产生 然后现在是即时的产生 比如说你现在在IG上放一个图片 然后很多开始按赞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什么 一个即时的资料 有的甚至资料呢就会马上会不见 然后资料的量的大量的 所以从这个Mega Giga Terrell 这个Pita 所以基本上的资料量变得非常的大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资料产生的这个种类 以前呢我们都是所谓的资料表 那所以各位同学在学这个所谓的资料库 资料库呢都假设你的这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你的这个资料表呢 是一个可以经过正规化 经过一种格式化一种资料 那那但是后来 这个很多资料就进来 比如说物件的这个资料库啦 比如有影像啦 有网页啦 有audio啊 那有的资料呢是没有结构的 非结构化资料 所以no SQL not necessary SQL 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呢是整个这个 这个资料的这个 这个三个面向 当然有人又加上四个面向 叫data的value 要产生价值 有资料那么多 你如果没有办法从 资料里面找到你需要的价值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办法产生作用 那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因素 现在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 如果分析这么大量的资料 好 那介绍讲一下呢 这个叫做 横轴呢 是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多少个字 那纵轴呢 是你测试方法的准确度 然后这个标题是说呢 不合理的有效性 然后是来自于这个 这一篇非常有名文章 那这一位呢 非常有名 他写了一本AI的圣经本 他是这个 现在在这个Google的AI Director 那这个呢 这个呢 纵轴呢 是他的准确度 准确度呢 就是你这个 正确呢 就是 正确就是一个 然后错误就是零个 那如果你在100个里面呢 有60个正确的话 你的准确率就是60% 好 好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横轴跟你讲说呢 当你的资料量 这是百万哦 各位注意到 这百万哦 那各位要注意到 你在报告的时候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你在报告的时候要记得 你呢 任何报告的时候 记得你要先讲 横轴是什么 重轴是什么 然后上面的点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是讲它的趋势 所以呢 这个 这很好玩 因为这个当老师当久了 我每次有时候 有时候同学报告的时候 同学到另外一样 上台报告会紧张 你通常问那个 横轴重头是什么 同学他们就会认一下 所以记得 这个报告 或者这个 横轴是什么 重头是什么 上面的点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如果呢 当你的资料是100万的时候 这个点算法 这个蓝色这个点呢 这个点算法叫Veno 这个点算法它的准确度 来到0.82 然后绿色的这个 叫Persectron 是一种类神经 来到0.83 然后这个 那一幅贝斯呢 是一种 这一种 利用统计学的贝斯定理得到的 那在我的资料 看看R版的第三章 我有教 所以我这边也不会教这个方法 他解释是这样子 所以你报告的时候也是这样解释 接下来呢 看趋势 这个趋势跟你讲说 当你横轴的资料量变大的时候 演算法的准确度 就会几乎的升高 几乎成一个 几乎成一个 有的是这个二次 有的是成一个直线的成长 那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当你资料量变大的时候呢 你看这三种演算法的准确度 都达到95% 不过各位注意到 这已经是2009年的资料了 现在到了2021年 这个进展非常的快 现在最新的话 是非常惊人 我举一个例子 但是呢 我为什么前面一张的同片跟各位讲呢 如果你的训练不足的时候 所谓的机器学习 什么叫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给他一些训练资料 然后训练好之后呢 我们来预测 这叫机器学习 那演算法呢 这跟你讲说 当你资料量很少的时候 演算法呢 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要跟各位讲 不是什么东西 就给他丢给类神经 类神经有两个 算是缺点 第一个 他需要训练的资料量很大 第二个 解释性不好 所以呢 你要看你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前面一张头里面讲的3D列印 如果你资料量很少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呢 不是给他丢进类神经 因为训练的效果会不好 也就是准确度 不高 这是他给各位传达的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介绍一下呢 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个这个 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博士 他是有一本书 他读书官有 每一个人都在说谎 那第二章讲说 佛洛伊德到底是对的 佛洛伊德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大区 那他这个在这个里面讲说 BIG DATA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功用有什么 第一个呢 是提供新的资料 新的资料 然后呢 在这个资料底下呢 他是很诚实的资料 因为很多人搜寻的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很多人就搜寻 在这边文章里面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很多人搜寻很奇怪的 比如说 这个 你会不会想 一个小孩子 会不会想像跟他妈妈 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就去搜寻这个主题 就是你就看到就觉得蛮奇特 因为 平常你不会跟他讲这种问题嘛 因为讲这种问题 觉得是很 不可思议的 但是你在搜寻 你就去搜寻这种问题 然后呢 他这个就是所谓的 色情网站的资料 很多人说色情网站 然后很多变态 比如说 人跟某一种动物 杂交 类似这样子 很多人去搜寻这种 所以这是真实的资料 那这是佛洛伊德 在那个时代 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人类以前 你绝对不会在任何人面前 讲说 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网际网路做方便 你就很容易啊 因为你觉得没人在看啊 你就会输入 你心里想要问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你就会自然的呈现出来 所以Google这个资料库里面 有非常多可以了解 人类的行为 所以他讲说佛洛伊德 到底是对的 因为佛洛伊德都是跟性有关 你晚上梦到什么东西 就是你对性的交流 或者是随性的期待 然后呢 他可以允许我们 Zoom In 放大在一个很小的纸集合 也就是 针对那一群人 现在样本够多 以前这个样本可能是一两个 但是现在Google 你看Google全世界 那么多样用 搞不好搜寻这个 有1000万人 那就很有趣啊 为什么这1000万人 他们心里会想去了解 这样一个问题 平常我不敢去讲的 讲出来会觉得是一个 不太合乎 这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 世俗观点 或是说这个的那种讲法 你不会 你绝对不敢讲 但是为什么在网路上 你就敢 去了解这样的资讯 甚至看这个资讯 甚至觉得你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然后可以做非常多的因果关系 什么叫因果关系 就是做一个实验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比如说现在最留意 就是打这个COVID的这个 这个疫苗 那什么因果实验呢 因果实验它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比较主跟控制主 在药还没有拿出来给你用的时候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呢 给拿两组人来做实验 有一组人呢 给他随机取药 一组人给他吃这个 一组人给他打那个疫苗 一组人给他打这个 这个矿泉水 不知道应该是说双双 应该是说那个生理水 生理时间水 所以呢 就比较说 到底呢 打疫苗下去之后呢 到底有没有抵抗的人力 所以叫因果实验 因为你把随机取药 然后在相同的条件底下 唯一的单一的变因呢 就是什么 唯一的单一的变因呢 就是有没有打疫苗 那为什么在网路上很容易做因果实验呢 我刚才解释过 对不对 因为呢 网路上使用的人非常多 每一天有好几亿人在使用Google的搜寻 所以他可以做一个微微的变化 那这个微微的变化呢 叫AB testing 因为很重要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AB testing呢 简单的就是测试网页 我们给顾客看两种 甚至更多的不同的形式 看颜色 会不会影响哪一种颜色 顾客点选的速率会比较快 那一些大的网站呢 每一天呢 比如说booking.com 每一天做的AB测试超过1000次 那就我的了解 台湾做这个相对次数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看 他可以想说 如果是这个 它有21% 然后这个呢 会比较高34%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用这个给顾客看这个 那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它会有效呢 原因是因为它是随机实验 我们随机取样 给顾客看A网页或B网页 然后发现呢 网页 所以这个给顾客看 它点选的速度比较快 或是买的东西比较多 那我们希望促销买东西 那当然我们要给它看顾客喜欢的 所以不断的去调整 包括字的大小哦 结账的时候 到底是用结账 还是要用一个图 哪一个比较快 然后字呢 到底是要6点 还是要8点 还是要12点 颜色是要黑色 蓝色还是彩色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A B testing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 好 然后它有它的局限性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dimensionality 维度的curse就是诅咒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变因太多了 顾客呢 到底喜欢你这个网站 变因可能有30种 然后每一种 两种选择的话 就2的30次方 那你到底要找到最好的 那你到底要找到最好的 或者是 或者是致病也是一样 对不对 它的各种组成有那么多 那你要找到最好的 所以医疗呢 这一块是非常需要 资讯工程的 所以像 像这个有 有一些学校 就有所谓的 资讯医学研究所 原因在这个地方 它的变因太多了 然后第二个有意思的是 太过分强调 over emphasize 过分强调 什么是可以量测的 这什么意思 他书里面举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教授 然后呢 他跟那个教授做一个实验 他带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心跳的量测 结果他为了要收集那个资料 他就每天不断的运动 因为他想要快的收集资料 然后运动到时候 他根本不是要运动 享受运动 他只是为了收集资料 而收集资料 然后弄得他非常疲劳 反而较不到运动 跟享受的快乐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缺点 你就知道有人在看你 有人在收集资料 你要想办法产生资料 所以就弄得这样 大家精疲体见 所以这是他的局限性 好 接下来讲一下解释一下 什么是C 云端 那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呢 我们的资料量很大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服务 我们把这个资料呢 放在一个这个 基本上云端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它是很多的电脑所组成的 然后云端有很多种 一种是私有的 你公司自己建的 一直共有的 比如像这个Amazon Google 微软 然后现在IBM也想要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这是 各位知道这个 Amazon这个 最赚钱其实是云端这一块 说起来蛮好玩 因为你可以觉得很奇怪 这个美国企业真的不简单 它只是卖东西的公司 竟然可以弄到说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IT的提供服务者 做到这种程度 这个文章蛮值得看 这个网路上可以下载 这是博克莱 这个疫情研究者写的一篇文章 然后呢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云端的提供者 你可以想云端是什么 很多的电脑 所以像Google 在我们台湾有设一个所谓的 这个云端中心 在云银的样子 那里面电脑 有的电脑是有一两万部 那这个电脑 很多电脑其实是台湾做的 那CPU当然可能是Intel 这个负责设计跟生产的 好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 软体而是一个服务 软体当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那你呢 你把你的资讯系统呢 放在 这个Amazon上面 然后 你要去网路查询 其实你是 跟Amazon的 云端的 所谓的这个电脑在沟通 它只是企业把资料 移到 Amazon的这个电脑上面而已 好 然后这个是呢 传过去之后呢 这个就是你的使用者 透过这个网记网路 然后它这个软体所提供的服务 然后呢 可以完成你所要想要做的这个交易 所以叫云端运算 那这一块呢 是我刚刚解释过 这是这个非常有利润的一个区块 特别是这个去年这个COVID到新今年 那这个它的概念是什么 这张图描述的非常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呢 这个顾客的需求可能会变化 这个用一个正前来表示 那为什么需求会变化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 我是一个订票公司 我不是每天都那么繁榜 比如说这个之前的二姐呢 就是将会要退休的 那那个需求就是 短时间啊 就几分钟而已啊 就卖完了 啊那个 阿梅的开眼常会也是一样 是五月天 所以它的需求呢 是非常的短暂 但是呢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企业的角度来想 我呢 啊这个短暂的需求 我呢 要容易要做 弄这个 我怕当机嘛 那显然你看 这个就是浪费 你看我平常流量没那么大 然后我为了阿妹的眼中 我买了一百部电脑 结果平常只用它一部就够了 这显然太浪费了 对不对 但是你想过 如果给它弄低一点 一定被隔天上头板头了 啊 又当机了 被骂得要死 所以基本上呢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云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每一家企业的需求不一样 有时候是你的高峰 刚好是我的低峰 刚好就抵消了 所以统计权一个定理 叫中央极限定理的概念就出来了 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区块链呢 基本上是一种加密 假设我的资料 这个是我的资料 这个是我的资料 然后呢 现在是0 然后我的h 就是一种资料结构的一个h function 我们这门课不会叫 资料结构交 然后传到下一个区块 如果我加上去 nice 你可以注意到 前面一个h跟前面是一样的 但是等我这个资料改变的时候 这个就改变了 所以这叫区块链 所以简单来讲是什么 区块链是我们资料呢 是怎么样 经过在网路上分散式的一个 它应用到分散式的账簿 所以只要有人去更动了 所以我们合约本来是100万人 应该更动了 就知道被更动了 所以各位可以玩一下这个网站 这写的非常好 大家后面这个h function 我刚才解释过 在资料结构才会交 我们这门课不会交 这有什么应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是台湾一家新创公司 台湾这个年轻人真的蛮厉害的 开了非常多新创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辨别用户 利用所谓的区块链的技术 然后你可以选不同的基金 基金就是说你可以选不同的投资组合 利用大数据的分析 所以这一块需要一些最佳化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我的YouTube的影片 有介绍一个 从第十一分钟开始有介绍一个 得到莫贝尔奖选基金的方法 不是白人士 然后呢 用人工智慧来配全种 这边基本上我们最佳化 这门课也会介绍一点 然后呢 利用区块链的金流转账来寄这个账 然后投资后的这个管理 那这个就是一家所谓的公司 是一家所谓的公司 是一家所谓的公司 是一家的公司